斗大的看板 蔡英文的肖像 出现极为醒目的涂鸦 小英总统的脸 被画得乱七八糟 有鼻屎有胡须 下方斗大八个红字 我要一秒替天行道 不但引起侧目 看板上合照的议员 也立刻报案 遭涂鸦的看板 就在三重国道路上 就算现场车来车往 民众冒着被撞飞的风险 也要表达诉求 显然怒到极点 警方火速逮捕黄信嫌犯 他其实只是小老百姓 因为不瞒政府挡疫苗 让许多民众无瞄可打 才在总统看板上 抒发心声写下诉求 没想到这样 也被依设为法送办 看到蔡英文看板被涂鸦 不少民众反倒也一起 说出真心话 有人直言 这就是官逼民反 涂鸦难做的 全民都想做的事 政府可以砍通向 我们就来画看板 也有人反奉 感谢警方抓到人 让我们知道是哪位英雄 没疫苗的苦 全民皆知 也有医师看不下去 决定为疫苗 号召群众上街头 三级警戒期间 民众被逼得走上街头 就是官逼民反的最佳写照 就怕打不到疫苗 只能等死 全台民怨烽火四起 就看蔡政府 何时觉醒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导